于海洋 26岁 吉林人 本科 吉林建筑大学 建筑设计专业 大家好 我是于海洋 今年26岁 吉林长春人 12年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 先后就职于长春和北京的 两家建筑设计公司 目前是一名建筑设计师 来到菲尼莫署 想找一番与建筑有关的工作 或者是产品经理 谢谢 今天的这位求职者 是一名建筑设计师 今年已经26岁了 来自吉林 本科在吉林建筑大学 学习建筑设计专业 那今天是想寻求一份 与建筑有关的工作 或者是产品经理 那今天他能否求职成功吗 让我们接着来往下看 你们严肃的吗 不握手吗 我严肃吗 主持人好 我倒是觉得你挺拽的 一上来 十二位老板好 豆没关系 如果豆到最后变成了 对什么都无所谓 就不好了 你要切记 给大家带来快乐可以 不要让大家感觉到 你好像是放荡不羁 就不好了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不是他一定是放荡不羁的人 你看他的应聘宣扬 我向往叱咤风云 登高望远 来你说一下 前面那句话呢 是我觉得男人应该在商场中搏杀 我特别喜欢那种状态 然后后面一句话 我是觉得男人就应该能够顶天立地 然后撑起一片天 我觉得那样的人生挺精彩的 好吧 来你的推荐理由是 其实我刚见海洋的时候 跟大家第一感觉一样 我觉得他也有一些不羁 但是后来我深入了解到 他的这个简历之后 我发现他其实在自己的专业当中 是非常的专注 从读书开始 就是校优秀毕业设计 然后工作以后呢 在设计方面也获得了 公司的年度设计的最佳方案 但是因为外界环境的变化 现在这设计行业可能 据他描述不太景气 想要去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轨道 我觉得如果说 把他这种专注用的 新的这个事业方向当中 可能会是一个奇才 所以我这么理解 谢谢 来说一下吧 你的求职意义为什么没有填写 是这个样子的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因为行情特别不好 所以那个想转行 但不知道做什么 其实这段时间 经过反思的话 我能够去那一件事 是我还是想干 建筑设计的 然后我对于转行 这件事情想的是 我在转行干完五年 如果说这五年过去之后 我的经济条件 还能有好转的话 那么我就继续干 如果不行 我立马转行 想我都不会想 做这个决定是 我不希望自己老的那一天 因为现在就转行而后悔 然后这次来非你莫属 是我觉得 既然有这么一个好的契机 我愿意去尝试 你如此的热爱建筑 而且付出了努力和认真专注 什么时候你对它奢望了 或者对这个行业奢望 这个行业 其实很多时候 决定一个产品好坏的 不是我们设计师 当然如果你遇到 一个有钱的开发商 你很幸运 但是大部分开发商 其实会跟你说 你把这个东西 设计成这样 你得费我多少钱 你的意思是没权 没有支配能力 海洋我问你 你们这行业里 有优秀的设计师 有 输入很高的也有 你觉得能够去主控这样的岗位 找不到吗 就你的专业 是在中国就没有吗 我觉得我的资历不够 这个行业是大学毕业才有资格做 所以你的问题跟任何一个行业里 任何一个人的问题都是一样 都是要攒经验拼资历 对吧 都是要积累的过程 明明在你的本专业里 有这样的机会 有这样的进行通道 你需要就是刻苦刻苦再刻苦 对吧 你现在把它放弃了 你转行 你觉得哪个岗位 就是以你现在的了解 哪个岗位能够让你在短短的奋斗时间 超过你以前的专业 但你知道在过去这个行业的收入 是可以满足 怎么讲 到我这个工作年限 我是可以在北京租得起房子 我是可以吃一些还算不错的东西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状态 不单单是在北京 包括在我老家都是 租房子都是问题 其实我觉得 他是有自己的这个专业的情怀的 但他现在缺钱 所以说他这个时候 是不是还是专注于自己的那个 遥遥无期的专业梦想 还是落实地去转行 就成为他一个很困惑的事 是这个原因吗 是吧 就是钱 男人的责任就是赚钱 而且我一直都想法 就是有一天我要赚大钱 你就已经脑子 现在已经成江湖了 不知道要干嘛了 因为你在应聘的表上 求职意向里面 一个都没写 一个都没有写 真正坚定地要转行的人 对这个职业目标很坚定的人 他会写 我一定要要转行 要做什么 而你就是为了钱 谁给我钱多 我去哪 所以今天就是个糊涂账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 如果站在这里 你们最后给我的薪资 不是我能够达到 我行人的标准 我不会去 我会毅然居然留在这个行业里 我还是那句话 我的打算是 我在这行业干满五年 如果我的薪资能有起色 我会一改不变地 还干这个行业 因为这个行业问题很多 我也看到了它的问题 我希望有一天 能站在这个行业里面 改变它的问题 然后你们说我 背弃了我的梦想 因为中国建筑师 设计不到资本运作 如果有一天我转行了 我能赚到大钱了 我自己去和我喜欢的设计师 去盖一个建筑 然后让它成为地标 我觉得依然实现了我的梦想 只不过方法不同 路径不一样而已 我现在就问他的准备 你有没有对他们有了解 我还是今天只是来看看 谁价高者得 你有没有了解 有没有特别想去的行业 比如来说一下 你了解的企业是哪几家 最了解的是58通城 因为我经常会上那个网站 然后其他的行业 PVgo我之前了解过 其他的了解得不太清楚 你最低薪金不低于多少啊 最低薪金是8000 第一轮选择去货磊 这位求职者之前是因为工作环境不太景气 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轨道 但是在谈论关于转行的这个话题时呢 却引起了老板的质疑 觉得他只是为了钱 谁给的钱多就去哪家公司 但是在这番言论之后呢 各位老板还会对他作何评价呢 那接下来还会有多少老板来围他留灯 让我们拭目以待 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可能你们看到他就和国内那些高层一样 一点意思都没有 然后特别旧 请记住他建于1993年 下一张谢谢 你们猜猜这个是什么 这个东西叫花野西米山 在这个刚刚的建筑是一个商场 在这个商场下面 它有一片农地包括它 每天这里种植了 这里种植了日本所有的农作物 有特别专业的农民进行护理 你们知道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吗 就是会有大量的人 带着他们的亲戚朋友和家人 然后来这里参与耕作 这样就被商场带来大量的人流 我们下一张 这是建筑的观景台 我们没有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商场 看到过这样的东西 你知道他能够替一个商场 吸收多少人流吗 然后下一张 在这个建筑的楼顶上 有这样的爱情锁 然后有很多情侣去系这个锁 然后下一张 刚才那样的商场东西 肯定很多人想去 那例如这样的呢 这是个导游的PPT吗 还是扫盲的 跟你职场能力没关系的 又不是你的作品 我倒其实挺支持他把这个讲细一点 他肯定会一个他的想法 唯一展现得出来你对于建筑的理解 其实刚才陈浩的质疑 你应该加上你的建筑的理解 你不应该加上很多大量的营销 现在爱情锁 那都叫营销案子 在我们看来 结合一些你的专业的视角 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这个过完 表达你自己的观点 你给的这些东西都很美 我们都喜欢 但是我们不是专业的 如果你把你的专业和你的艺术审美 跟我们分享 我们还很愿意接受 这些建筑 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 叫有故事的建筑 这样的东西才会 哪怕是十年二十年之后 都会有人愿意去那里玩 我的设计理念 就是要让建筑有故事 可能翻译到销售行业 确实是它就是一种销售手段 但是我就觉得建筑设计 是在设计的时候 就应该把这些想到进去 讲完了吗 讲完了 你还是为你面试建筑行业 做的准备 我是觉得这样的东西 这个有故事的建筑 这样的一个思路 都可以放在任何一个产品上 特别好 你刚才那句话是很有价值的 一个好的理念 一个好的产品 都是有故事的 对 那就可以应用到营销 可以应用到市场 我们质疑的是什么 你为什么不往前推进一步 你讲完了这个东西 对吧 如果你结合上 刚才你说分析的哪家企业 然后它的故事是什么 我到这个企业 我的市场营销能做什么 我一直想把我 那个有故事的建筑的 那个思想说出来 然后说一些以前 我写过关于这种思想刺划案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老板们总的纠结 我转行不转行的这件事情 所以一直没有机会 做什么遗憾的 你知道为什么 现在会有这样一个 让你觉得 哇 你好被动 对吧 你想说的 想表达的 一直没有机会表达出来 什么问题 是因为就是你从面试到现在 你并没有给大家 一个明确的方向 说我这次要转行 对吧 我大概往哪个方向走 有一个定位 有一个区间里头 大家在这个范围当中 去探讨 才是有意义的 要不然他们都觉得 海洋 那我这个面试又没法推进下去了 好吧 你第一明确方向 第二再说 根据这个方向 我想展示我什么方面的能力 好吧 选择的是产品经理 因为产品经理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叫做项目负责人 我特意查了一下 他的操作流程 和需要负责内容 和我们在这个行业 是一个样子的 我是觉得这个可能 从管理上 或者从项目经营上 和那个产品经理 是有一些相通的 我有意去五八通城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五八通城 现在是国内最大的 资源网站 但是其实这些资源 对于五八通城而言 它都是流动性资源 不是固定的 我可以在五八拨 我也可以在其他网站上拨 但是我们是不是 可以这个样子 因为我的体验是 我在五八上需要 找房子需要找很多房子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 五八拥有特别强大的资源 然后我 然后我去筹来一些房子 然后我来做这些 然后我来做这些出租的房子 房子看上去觉得不错 那我定下来了 然后我要搬家 那这个时候 五八同样可以给我提供 一个搬家的师傅 或者说这个房子我租完之后 我还需要一些家具 这些家具 我没有时间去买 那五八也有很多的资源 就这些家具是拥有的 然后是不是五八 可以帮我把这些家具 全都筹去在这个房子里 我觉得 这个线网站铺下去的话 可以铺出一条 全新的网络物业性管理 真正的网络物业性 其实你说的是管家型管理 管家型的服务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了 但是你整个的 作为产品经理的产品体验来讲 其实还不够 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 十个消费者进来 体验一遍在五八租房 他都会跟你一样 讲出类似的感受 所以说呢 作为产品经理来讲 跟项目管理 本质区别在于说 项目管理是在项目的时间 目的以及风险做管控 而产品经理呢 是在整个商品 或者服务交易的闭环 这个是产品经理 跟项目负责人最大的不同 项目管理 只是产品经理 其中的一个工作之一 而不是真正 他所赋予的角色 所以说我刚才想问你说 你在应聘产品经理 这个岗位的时候 是否跟真正产品经理 去聊过 他们每天在干嘛 而是说 你在网上查个资料 说产品经理 跟我想象的一样 好 我去应聘产品经理 这完全是两码事情 海洋 我就是干产品出身的 其实像段总刚才说的 除了项目管理 和这个需求分析以外 其实产品经理 还有一块很重要的事 就是产品设计 对 我觉得跟这个建筑师 结合的会非常的紧 这块你考虑吗 考虑了 就是因为有这些环节 我才想要去做产品经理的 其实现在一切皆有可能 关键是海洋自己内心 有没有定数 会不会为了这个定数 付出转行的代价 又或者是付出于其他的专注 所以现在关键在于你 不在于他们 咱们待会可能会提供 各种各样的岗位 你自己把握住吧 第二轮选择 还有两盏灯 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 谈钱不上感情 我们给的职位是产品设计师 月薪6000家 设计什么 设计我们的APP和网站的产品 以及界面 就是UI吗 UI 这需要UI UI是设计到交互设计的 这跟建筑设计 完全是两码事情 他还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对吗 其实你的简历里明确写着 自己可以做这个设计师 或者是产品经理 我们在现场是考察一个人的能力的 他的工作经验和能力的 而不是说你愿便一做 愿意愿意愿意做 好 给你机会 那招聘太容易 还需要我们这些人在现场 坐这干嘛 海洋我觉得你不用考虑 他们说什么 你只要知道说 你可能希望说 未来可能现在 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但是你有一个大概的方向 我觉得是对的 关键是他连产品设计 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是做什么的 你就让他转行 你是把他推到一个坑里 他会非常痛苦 好吧 来 周介 你是什么职位 其实我这里呢 也提供的是 这个视觉设计的这个工作 这个刚才呢 我理解海洋 其实他一直在说 他不想做设计 其实我认为 他可能更多的是 不想做建筑设计 那为什么我会给他 提供这样的一个岗位呢 实际上我们在做 互联网产品的时候 我其实可能大家的话 对他前面提供的一堆 这个狐狸花梢的 那个建筑啊这些 其实我认为 他对画面的感觉 和对美的感觉 是非常好的 那作为我们做 互联网产品 实际上提供给客户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也希望 我们在界面上 能提供一个好的东西 提供一个美的东西给他 实际上我认为 他在这个美的感觉上 和画面的感觉是足够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 我们想着明他的原因 我想问一下 元宝365 我具体的工作中负责什么 我们是做这个互联网金龙的 那我给你的这个 我们的岗位呢 主要的话就是 做这个平面设计方面的 这个工作 好 谢谢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15秒钟时间请到了 元宝365网 聚爱财 或者是谢谢再见 海洋你的 这位求职者 在展示了自己的建筑之后呢 却被老板吐槽 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 一直觉得自己很被动 那这时候推荐人 就给了他这个机会 让他这时候 应该把自己的想法 表达出来 把转行的目的说清楚 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方向 那这位求职者 就表明想要去58同城 去让老板觉得 他并不了解这个职位 那么在最后的环节里呢 还剩余两个职位 他会选择哪一家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抱歉两位老板 因为我今天确实 有意义的公司 他没有选我 所以很抱歉 然后我想和58同城 和老板说句话 其实我来的时候 这些公司 我仔细考虑过 我只想去58同城 因为我觉得58同 有可能会将 我说的那些 把租房 还有物业管理 这些事情付出 就是真正的去 他去做下去 所以我是想 如果您真的也有这方面想法的话 所以58同城给我多少薪资 我都会去 谢谢 我觉得你很矛盾啊 你看看说的是谁给钱 谁就来 现在又变成这么情怀 我都觉得有点受不了 这就是文艺青年的纠结 但是你最后这个选择 我还挺欣赏你的 海洋 海洋 经常我在微博里面 收到同学 或者职场里面的人 去给我留言说 我愿意加入58同城 哪怕不给我钱 在职场上不是这样 在一个企业里边 我们在加入一个团队的时候 是相互有价值 有贡献的 如果说我们大家都先练 不管这事情成不成 我们先练 都练一堂 最后就是一个乌合之中 这个团队就是 攒鸡毛凑胆子 就对每个人都不负责 其实我们企业招人 我们非常希望 来的一个员工 报很高的价格 为什么呢 因为价格实际上 是他对自己的一个 估值和定位 那么如果说 你对自己都没有信心 说OK 我来了以后 我就只要个两三千 或者不要工资 实际上从招人的角度 我会认为你是没有 这方面的信心和能力 所以我觉得 对自己的合理的评估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来吧 海洋 祝你一路好运 极有个性的男人 再见 其实转行 对于我而言 其实很痛苦的事情 但既然我转了 我就不想再碰射击 所以最后两家公司 我没有选择 我觉得老板们说的话 我回家应该 好好的去再仔细 因为异象的公司 没能为他留灯 所以很遗憾 这位求职者 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但是最后呢 这个求职者说的话 也的确有点矛盾 他的初衷 就是想多赚一点薪酬 但是却为了58 肯降低自己的要求 那么最后老板的回答 我也很认同 对自己一个合理的评估 是很重要的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有什么 想吐槽的话 都可以到下方评论转发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